阿三准备了一些塑料布 然后在上面又绑了几根竹竿 由它做成了一个巨大的风筝 这个风筝阿三根本就拉不动 于是就把拖拉机开了过来 往前走的时候风筝都被拉弯了 也没有飞到天上去 接下来又换成了一个小风筝 又准备了一个窜天猴 看一下窜天猴能不能把风筝给带出去呢 窜天猴已经固定到了风筝上 点燃之后从下面喷出了一些火焰 风筝也随着窜天猴飞了出去 看起来风筝飞的倒是挺高的 窜天猴看起来就好像是火箭一样 点燃之后能够自己飞到天上去 窜天猴自带动力 那么能不能用它来为其他的东西来提供动力呢 接下来阿三就准备实验一下 首先用纸叠出了一个飞机的形状 然后用胶带把窜天猴给粘在了飞机上 难道老外要拿着点燃窜天猴吗 然而阿三并没有 把窜天猴竖在了地上点燃 然后窜天猴直接就飞了出去 飞出了很远的距离 看起来比风筝要飞的远 通过慢镜头能够看到窜天猴在飞出去的时候 从下面喷出的火焰 看着就好像是火箭一样 下面的飞机也被烧成了灰烬 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行为呀 阿三在木板上钉了一些钉子 这样做成了一张钉板 阿三竟然直接做了上去 看起来没有被扎到 甚至又躺在了钉子上 就算是这样阿三也没有任何感觉 把气球放在上面 气球也不会被扎破 这种作死的行为好像会蔓延一样 这兄弟俩就用保鲜膜做了一张蹦床 也不知道结不结实呢 二话不说就从上面跳了下来 稳稳当当的落在了蹦床上 看起来倒是挺结实的 接下来两个人就变得非常大胆了 在上面不停的折腾 最终蹦床也被老外给弄坏了 又在木棍之间缠了一些保鲜膜 接下来用汽车来测试一下 到底结不结实 汽车一撞上来 竟然把木棍给带了出去 还把汽车给砸坏了 看着真是有些得不偿失 既然保鲜膜非常的结实 那么老外就保鲜膜 在树干之间缠绕了起来 慢慢的在上面做出了一张吊床 这种吊床既不挡风也不避雨 于是又进行了一些改造 在上面覆盖了一层 又在周围缠了一些保鲜膜 把里面给封闭了起来 看起来就温馨多了 躺在里面也不用担心 外面的天气状况了 看起来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 这种危险的行为呀 阿三从桶里钻了出来 往桶里倒了一些水 然后拿来了一个很大的鞭炮 把它放在了水里 几个人也是躲到了远处 里面的水一下子就向四周飞了出来 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烟雾反应 非常的剧烈 接下来又往摩托车油箱里面 塞了各种各样的鞭炮 点燃之后油箱都从上面掉了下来 发现铁皮油箱已经裂开了 这并不算什么 之前还有人在车里塞了大量的烟花爆竹 全部点燃之后 最终汽车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整辆汽车都被烧焦了 变成了黑色 这辆汽车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现在已经回不去了 而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大的手笔了 准备了大量的摔炮 这些摔炮的数量也有五万枚 里面还有一些烂雕的 把烂雕的摔炮都给清理了出来 都倒在了一个盆子当中 接下来就准备看一下 这五万枚摔炮从楼顶倒下来会发生什么 把摔炮倒下来之后反应 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剧烈 摔炮虽然都发生了爆炸 但是看着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也仅仅是在地面上出现了一阵烟雾 摔炮也都变成了一大堆沙子 地面也没有任何变化 大家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实验呀